十天的时间建起两座神山医院 却不能在第一时间通知病情 什么是中国速度 没有病的人只是因为没有戴口罩 就被暗倒在地上戴上手铐 确诊了的人却还可以回到广州豪宅 感染一大片人 到底什么人在中国有人权 自己的城市 轮村封锁的连路都不通 却谴责别人舔飞航空 到底是谁的做法卑鄙 最大的问题不是眼前的瘟疫 而是被传播了几十年的精神瘟疫